港版國安法通過後,澳洲很可能會取消與香港之間的引渡條約, 因為從澳洲引渡到香港的人,很可能會再次引渡到中國大陸遭受中共迫害。 影子律政部長德雷佛斯已經向政府發出呼籲將考慮這個問題, 鑑於香港居民和去香港旅遊的遊客,可能因為各種理由被引渡到中國大陸, 從澳洲引渡到香港的行為,現在有演變成引渡到中國大陸的真正風險。 德雷佛斯說,澳洲目前與香港維持單獨引渡條約的狀況可能已經下不通, 如果的確是這樣,政府應該馬上採取行動,退出與香港之間的引渡條約。 就一直在裡面,坐下一個長的有關。 しかも,現在人間的引渡條約會有徐積避, 在這個回合,停留下來了。 臨時是19萬年前有辦法, 在世界中英主教宣教宣告你任何回到大陸遭, 得起比如說到了。 特地有信用者的鼓勵,